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斌 這次要來講一部恐怖漫畫 Sweet Home 從2018年開始連載的Sweet Home 在webtoon上面累積了21.6萬人追蹤 並獲得了9.83的超高評價 目前已經結局 相信有不少讀者都跟我一樣覺得 這麼好看的作品沒有第二季會相當可惜吧 那麼我們就一起等等看 究竟會不會出吧 Sweet Home的作者在之前有另一部廣為人知的作品 《不孝子》 還記得當時身邊的朋友都在問 有沒有看過《不孝子》可以說是相當的火紅 其他劇情最後的收尾轉折也是讓人驚豔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看看這一部略為恐怖的作品 Sweet Home則是傳承了該元素 並且更加放大了賣點恐怖 是的 這是一部圍繞在恐怖的作品 對未知的恐怖 死亡的恐懼等等來營造讀者的觀看氛圍 所以漫畫下方也可以看到很多留言說半夜不敢看等等的留言 在開始之前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不妨按下喜歡及訂閱 以免錯過我們每周三六晚上的更新喔 那麼就話不多說 一起來看看Sweet Home這部作品的內容吧 主角賢秀是一個沉迷在網路世界的青少年 在一個1920×1080的像素影像中揮灑青春 這裡沒有道德 沒有真實 充斥著人類最原始的慾望 忽然手機一想 畫面中媽媽正在問他要不要出去 然而賢秀完全沒有興趣的說我不去 媽媽在房門外很擔心賢秀都不出門 賢秀就像大部分叛逆期的青年一樣 忽逆自己的家園 然而就在他們全家人出去之時 賢秀一家被一台迎面而來的大火車撞傷了 失去了生命 畫面一轉 正在床上休息的賢秀 手機不停的震動 把睡風中的賢秀叫醒 電話那頭傳來的並不是一個好消息 這是一通從醫院打來的電話 他們告訴賢秀 他的家人已經全部過世了 18歲高中生 車賢秀目前拒絕上學 是一個邊緣人 失去了家人後 獨自的活著 獨自一人的賢秀立刻離開原本的家中 搬到其他地方去 在走回家的路上 一個警衛正在旁邊擱著草 突然噴出石頭削過賢秀的旁邊 他滿臉不屑的看著這名警衛 警衛說他從來沒有看過賢秀 而賢秀只回答了 我一個人搬家過來 此時賢秀快速的走進公寓 而在外面的警衛用手套擦了一下鼻子 發現手套上面流了一堆血 望著窗外的賢秀 覺得這裡是一個鄉下地方 此時他回想起在商禮的狀況 他滿是憤怒的朝著家人的遺兆走過去 嘴上說著對這一切都感到無言 只因為他們的錢無法供應自己生活 對著遺兆怒吼 隨機就被家中其他親戚給拖了出去 在外面的他 判算著這筆錢能夠讓自己活多久 把一些必要的錢扣一扣 也沒辦法過多少時間 獨自坐在公寓的他 拿起了手機 想著還是自殺算 於是看了一下日曆 決定在8月25日執行自殺 在空無一物的公寓裡 沒有網路 沒有電腦 什麼都沒有 一個極簡生活的概念 此時而他 心中想著這一切都爛透了 忽然有一個聲音問他說 所以你想要怎麼樣 賢秀馬上驚醒 不知道哪裡來的聲音 此時外面有一個 志願成為偶像的女生路過 這女生邊走邊說 討厭怎麼流血了 不過賢秀並沒有在意 女生講了什麼 搬家過後 過了一星期 整天就在家中打他的遊戲 吃著垃圾食物 心中想著 反正也沒有要活很久 看著遊戲中 其他人的角色站著不動 以為他們是玩遊戲 玩到心臟病發 死亡了 此時 遊戲中一個人說 我最近老師有幻聽 還流鼻血 是不是該去醫院看一下 不會得了腦腫瘤吧 我現在非常認真的在問 幻聽老師叫我殺掉我的老爸老媽 一直在腦中揮之不去 快要發瘋了 畫面一轉 正在睡覺 賢秀再次被手機叫醒 認為是泡麵送到了 打開門發現走廊一片狼跡 不曉得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即使那名女生流鼻血 這也太嚴重了一點 此時 賢秀走過去查看對方房間 發現地上有一條狗圈都是血 震驚的賢秀又看到一個 很像怪物的手 把象圈拿去吃掉 看到這個狀況的賢秀 慢慢的往後退 生怕震驚到那怪物 怪物口中說的聽不懂的注音文 害怕的賢秀躲到房間 床鋪底下 此時的他正在床底下思考 怎麼會看到這種場景 這一定是怪物 門鈴一直想 外面一個女生說 有人在家嗎 我家的貓咪不見了 房間亂成一團 請幫幫我 還以為是幻聽的賢秀 就這樣走去了門邊 看著門外的監視器 女子不停重複著同樣的話語 讓賢秀起了懷疑 他要求女子伸出手來讓他看 女子仍然繼續喊著要他開門 並且罵出髒話 整個人的畫面都變得扭曲了起來後 又開始講起 聽不懂的注音文 見到這狀況的賢秀 再一次讓他害怕的往後走 就在這時 樓上再次傳來巨大的吉他聲音 讓賢秀整個人都崩潰了 拿起武器 迅速打開門 想要教訓怪物 誰知道怪物已經消失在了走廊的鏡頭 他大喊著 我就在這裡 給我回來 你這個瘋婆子 原本按著的樓梯 突然打開了燈光 並且腳步聲向著賢秀走過來 走過來的是人 還是怪物 如果是怪物的話 那麼這怪物又是從哪裡來的 怎麼會一直說著注音文呢 這個就讓有興趣的讀者們 自己去挖掘真相吧 別怪我們沒有提醒 這部漫畫是相當驚悚的 這裡是好冰奶 我們下周見 拜拜